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视频来给大家做一期干货分享类视频 就综手综身尽管绝大部分人死不承认 但是绝大部分人健身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装B 然后我看B站有很多练得非常好的健身up装 教大家如何高效率的锻炼二头肌 锻炼腹肌 然后教东西也很干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领域还没有被up主设足 就是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人系统来讲一讲 如何在朋友圈里发肌肉照装B 很多朋友忽略了装B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在练肌肉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你辛辛苦苦练好了肌肉之后 如果你不发张朋友圈炫耀一下 你就会感觉自己缺少了一点动力 但是如果你炫耀炫耀的好 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夸赞 你健身的动力是不是就更足了 而且你觉得你的人际关系也提升了 你整个人的思想状态也提升 是不是 非常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装B装不好呢 会给人造成一种 你就只会健身 你就除了肌肉一无四处 甚至还有些人会觉得你有暴力倾向 然后还会影响你找对象 就非常可怕 所以就装B这么一件重要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没有人提及这个事情 因此我就特意找一些健身的大拳的兄弟伙伴们聊了一聊 他们也给我分享了一些有关朋友圈发肌肉罩装B的干货 现在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五条发肌肉罩装B的干货 非常详细啊 可以囊括在发肌肉罩装B过程中遇到了大部分问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颜值问题 很多人觉得发肌肉罩最重要的是负极 有的人觉得是二头极 其实都不对 最重要的是颜值 如果你长得跟吴彦祖一样 你发肌肉罩一定要让你的脸在重点部位出现 然后这样的话 如果你长得非常好的话 发肌肉罩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技巧 只要你的光线充足 然后把你的脸露出来就非常完美了 如果你颜值跟我差不多了 你就比如看我这个肌肉罩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颜值跟我差不多了 我建议你把你肌肉罩的头部切掉 你看这样是不是感觉就好多了 这就是第一个颜值的问题 颜值高了就发自己的脸 颜值不高就把自己头砍去发 这个方法听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其实非常的实用 很多朋友对自己的颜值过于有信心 所以我建议你去找一个不熟的异性朋友 来评价一下你自己的颜值 好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然后第二个就是频率问题 很多人发肌肉罩是两天一发三天一发 甚至去一趟健身房发一片 这就会给人留下一种 你一天到晚除了健身什么正事没有 你一天到晚除了做体劳动 没有别的思想性的东西 就会给人一种 你这个人可能有暴力倾向 你这个人除了练肌肉什么都不会 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 但我们这种健身的人实际上知道 健身是一个非常苦 然后也非常需要治理的过程 你需要各种计划和各种食谱之类的 但是外行人是不会懂的 他一看你天天健身 你是不是喝再买粉 你会不会练成实话性格 你是不是死肌肉 我倒想练成活肌肉 就走到菜市场里 突然一块肌肉蹦下去来帮我买菜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频率问题要特别控制 我个人推荐的健身 晒肌肉照的频率是半年一次 这个时候每隔半年 如果你的健身左右成效 并且你坚持每周健身的话 你的半年一次晒肌肉照 可以让你的身形看起来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同时大家都知道 现在社会节奏非常快 而且很多人把自己的朋友圈设置成三年可见 或者半年可见 这样也不会让人感觉 你发肌肉照发的过频 而是会有一种眼前一亮 这个小伙还有肌肉 这样一种感觉 如果你之前已经做了一个 什么工作上的成就什么 你先发一下你工作上的成就 或者学业上的成就 再发一张肌肉照 这个方法是最nice的 因为别人就会觉得 这个小伙子非常有脑子 然后又一看有肌肉 这个小伙子还有身材 你想这是不是就非常好 这条男女同样 姑娘和小伙子都是一样的 这个技巧都可以使用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干货 最重要的频道 第三条就是角度问题 大家先来看一下 我这个肌肉照的角度 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就跟跳手摇的猴子一样 不是没有在黑快手的意思 没有在黑快手的意思 就顺手玩一下 大家就不要喷我 然后你看这一张 我找好了角度 是不是看起来就像肌肉大佬的样子 其实你们看到的真实的我 就是这个样子 既不是这样这么瘦弱 也不是这样这么强壮 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光照和角度问题 我推荐的角度是 尽可能的欧险出你练的最强壮哪一块 然后如果你有 你有一块练的特别不好 就比如你胸肌练的非常好 然后肚子基本上看不出来 那个腹肌的像 你就可以选取角度的时候 就从下往上排 然后切到这个地方 大家就能看到你宏伟的胸肌 如果你只有腹肌没有胸肌 我建议你这个角度排 守护挡住你的胸肌 然后让大家的视线聚焦到你的腹肌上 另外光照是非常重要的 从上至下的光照 能让你的肌肉轮廓看起来特别的明显 然后或者在同一个 但是如果是这个光源非常充足 前后左右都有光 你整个人看起来就白白胖胖的 就基本上看不出来什么光线 但是我不建议 就其实身上如果涂一点油 拍出来的肌肉照 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涂油 因为除非你是专业的玩健美的 不然的话你平时健完身 在身上涂油 再爬一张朋友圈 目的性太明显 而且很多外面人一看你浑身是油 就会觉得你很油腻 然后摆脱油腻是高压的 秀肌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一定要去油腻 然后角度说完了 我们来聊一聊 神奇的滤镜打法 大家来看 没加滤镜的 这个是加了滤镜的我 这个是加了 可以让肌肉轮廓 看起来明显的了我 然后还有一个必杀体 黑白滤镜 是不是感觉就一个比一个高气 一个比一个高呀 但是这其实是有欺骗性的成分在了 很多人会可能会质疑这一点 但是我想说是 健身本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大家很多外方人觉得你随便练一练 就能练成是吧性格 实际上很多人一辈子健身的极限 如果你开始了晚的话 又不接触药物的话 你看那个之前朋友院的那个健身水平 这基本上就是你这辈子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因为毕竟大家还要工作还要学习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健身那么的热爱 然后可以全情投入到这件事情里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加一些滤镜 让你的努力被大家看到 然后大家的夸赞也会使你更有动力去健身 我觉得这个是互相帮助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用滤镜 再给自己肌肉 加滤镜并不是什么见不到人的事情 毕竟你看你很多朋友 你朋友圈发的自拍和他本人 你都看不出来是一个人 你发肌肉照加个滤镜怎么了 是不是啊 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就前四个只要做到的四点 基本上你发肌肉照就非常高雅了 然后还有第五个就是流行趋势的问题 就你 大家可能会发现 有的时候时尚圈就热衷于 把自己穿得跟一个卢华鸡一样 就到处走秀 有的时候这个就非常火 但是火两年大家就觉得 真俗气 真宠 就跟之前那个LV出的那个蛇皮袋子的包一样 大家就觉得贼俗 然后一旦这个贼俗的情况发现了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一堆黑白灰性的 难风的那个摩托走出来 你就觉得 他们就眼前一亮的感觉 但是过两年你就觉得 黑白黑就这几个配色太俗了 然后如花街的配色就又会起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一直在转的一个过程 所以紧跟时尚潮流是不假 但是中央市也是有自己的特色 就有的时候大家就非常喜欢晒二头肌的时候 你就可以晒一下腹肌 大家都喜欢晒腹肌的话 你就可以晒一下背肌 然后大家都在晒背肌的时候 你就可以晒一下自己 几万的运动装备 是不是 非常朴实无法 然后也能彰显出你的财力 是不是 一下子感觉逼格就高了起来 就大家不要顺大六跟风走 一定要秀除自己的特色 就刚才这些技法 为什么就觉得这些技法非常重要呢 因为之前健身圈 健身没活起来了 在健身圈装逼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你自己只要练得好 健身训练 有点肌肉痕 你随便一拍 大家就觉得你非常强 但是现在健身活起来了 就大量健身人才的涌入 大量拍照滤镜的涌入 让这个传统的健身装逼技法受到冲击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革新一下 你只要用了我之前提到的五条装逼技法 我来总结一下 第一条就是颜值好就晒脸 颜值不够就切脸 第二条是 第二条什么来着 我们直接说第三条吧 第三条就是角度 一定要找好角度 没找好角度就会像这个一样 找好角度就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滤镜 第二个是什么来着 让我思考一下 想不起来 反正第五个就不要催大溜 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特色 基本上你掌握这五条 第二条是什么来着 不想了 大家不行就往回倒一下 我估计你就可以在蓬个圈的 蓬个圈肌肉症装逼领域 走上一个上方 不过这些只是技法问题 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坚持训练 坚持饮食 坚持开心的心情 让自己的心态好一些 这对你的健身也很有帮助 说这么多 其实并不是鼓励大家 用技法来强化自己的肌肉 让在蓬圈里强化自己的肌肉 让自己看起来非常好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其实是一种运用一些正确的科学的手段 把自己最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然后这样就可以获得非常多人的夸赞 或者是你自己看到的时候也会觉得 我自己练的也挺好 就给你一种自己心里的安慰 这种动力可能对你的生活 对你的工作 或者是对你的健身生涯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也是做这期视频的主要目的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我那个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在健身的领域取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然后同时能愉快在蓬蓬圈里获得大家的赞赏 然后可以从镜子里的自己通过着角度的方式 看到自己肌肉线条的美感 然后获得更多的信心 就这样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们的技法有帮助的话 欢迎给我点个赞 非常不要脸的求一个赞 这批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